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Jim表示 SpaceX载人飞船CrewDragon的成功发射 证实了政府与私营公司合作的成功 这也是未来太空技术发展的商业模式 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NASA与私人企业SpaceX 上周六首次成功发射商业载人飞船SpaceX龙飞船 隔天上午龙飞船顺利以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 当天NASA局长、联邦议员Johnson太空中心主任等政府要员 在休斯顿Johnson太空中心向刚抵达太空站的两位龙飞船宇航员 道格拉斯·赫里和Robert Banken通过连线祝贺他们的成功 载人宇航飞船的成功发射 恒大程度上归功于作为太空行动地面指挥中心的Johnson太空中心 NASA局长Jim Brandenstein表示 下一步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两位宇航员的安全返回 之后SpaceX将寻找更多客户 不仅仅是现在的NASA 这样减少花费 产生更多进入太空的机会 Brandenstein鼓励更多公司能够加入宇航领域 竞争创新 降低成本 未来将延续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的成功模式 展开登月和登陆火星的计划 联邦参议员Ted Cruz表示 美国现在正经历疫情 社会也在发生不安和动荡 SpaceX载人飞船成功的发射 为美国人带来了希望和信心 新唐人记者易永奇 休斯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休斯顿报道